中国兰州网8月21日消息 在2018年欧足联欧洲最佳球员的评选中 C罗、莫德里奇和萨拉赫机身三甲 球王级别的梅西 又一次没有机身前三 事实上 这已经是梅西最近五年来第三次无援银库查奖前三了 2011年欧足联创立了这一奖项 首届得主正是梅西 他在10-11赛季 率领巴萨成了西奖和欧冠双冠王 在三名候选人中 梅西拿到了39票 哈维拿到了11票 C罗竟然是拿到了3票 2012年 这一奖项属于率领西班牙未免欧洲杯的伊涅斯塔 老白拿到了19票 梅西和C罗都拿到了17票 两人并列第二 在2013年 这一奖项属于拜仁三冠王和新成员李贝里 法国人拿到了36票 梅西拿到了14票 C罗再次只拿到了3票 2014年 梅西首次无缘这一奖项前三甲 C罗以欧冠冠军身份拿到了27票 德国世界杯冠军队长诺伊尔拿到了18票 罗本拿到了9票 在2015年 梅西再次赢得银库查奖 在率领巴萨成为三冠王后 梅西拿到了49票 苏亚雷斯和C罗排在23位 但分别只拿到了3票和2票 2016年中 梅西第二次无缘三甲 C罗以40票得到银库查奖 格里兹麦和贝尔分别 拿到了8票和7票 在2017年中 黄马在欧冠中完成未免 这次银库查奖不计票数改为计算分数 C罗以4 82分排名第一 梅西以141分排 在第二位 巴萨在欧冠和联赛中都丢了冠军 梅西这一排名 曾引发了一定争议 排在第三类的 是尤文老队长布冯 他拿到了109分 在2018年评选中 梅西再次无缘三甲 在最近5年中 梅西三次无缘也酷查奖三甲 这直接源于巴萨在欧冠中的战绩不佳 巴萨除了在14到15赛季成为三冠王之外 另外4次全都没能打进4强 巴萨被马进淘汰了两回 被俄文淘汰了一回 在上赛季中 巴萨甚至在首回合 4比1大胜罗马的情况下 4回合0比3落败出局 4比5大胜罗马 假电传段rale 尤文十多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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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